立委,以及我們所有列席的政府官員,大家午安 主席,可以請曾部長 曾部長 曾部長,請教一下,您平常在您的辦公室,您會不會鎖門? 不會 您會關燈嗎? 不會,我上班時間,我在辦公室的時候都開燈 好,所以上班的時間,在辦公室都開燈,也不會鎖門 是 那為什麼,那一天能量是上班時間,邱毅寅,我們民進黨是為了立委去拜訪部長的時候 他們打開門的時候,門是鎖的 所以他們才要去踹門,才要去打開鎖 然後裡面的燈是暗的 然後打開之後,部長一臉的驚恐 那我不曉得說,第一個,為什麼部長在上班時間要鎖門,要關燈 那我跟委員報告,事先我都不知道,因為我在我自己裡面的辦公室上班 不知道為什麼要關燈,為什麼要鎖門 我的辦公室都沒有關燈,我們的辦公室也沒有鎖門 但是外面的那一部分,我自己的那一間,沒有鎖門,也沒有關燈 但是你的辦公室大概有小辦公室,你的外面就是你的那些所謂的你的主密碼 對不對,他們在前面 那他為什麼要去鎖門,去關燈 結果我們早上已經請主任秘書召集會議去了解,到底誰的意思,為什麼要這樣做 事實上我都不清楚 因為今天發現說,你們依照,就是說你們沒有市立法院 因為上一次在司法委員會,還有在國防外交委員會,在質詢的時候 你們口口聲聲都答應說,都說絕對尊重醫療專業 那醫療專業已經寫出這樣的一個醫師的診斷證明,講得非常的清楚 上一次周醫師也,周主任也特別的講,他說 依照陳水扁總統他的這種所謂的重憂鬱症 他因為他沒有辦法離群所居,所以他最主要的就是需要一個安全,放心的一個環境 他要跟人互動,跟家人相處,他的這種所謂的重度憂鬱,才能夠被治癒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他會建議說就是要居家療養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當然你們法務部的講法是說,在法律上法無名文 那當然以一個醫師的醫療專業,他絕對不會去幫你判斷說 他適不適合保外就醫,他只能夠去提供他的醫療專業 告訴你說,他有這樣的一個情況,他在用監獄的這個執行的方式 在北榮也不適合,因為他沒有辦法非常安心放心的在那裡治療 所以他才會建議說,他最好是回到他的家裡去,跟家人相處 讓他在一個沒有恐懼,能夠有免於恐懼的一個自由的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能夠安心的去養他的病,所以他才會去做這樣的一個醫療專業的判斷 那當你們口口聲聲到立法院來,不管是在本委員會或是在這個國法外交委員會裡面 都一再的跟所有的立委保證說,絕對尊重醫療專業 那今天醫療專業開出這樣的一個診斷證明,你們卻把它當作一個根本就是不足以采的一個東西 所以呢,利用三更半夜,利用這個清晨,然後也不通知家屬 就這樣子就把這個陳總統這樣子移到這個台中培的醫院去 當然你們有你們的說辭,但是我們來看看,依照所有的法律規定就只有一個監獄行刑法 在這監獄行刑法裡面也只有講說,在間內不能夠為適當之醫治者 那今天榮總的醫生已經提出一個專業的報告,告訴你說 沒有辦法在監獄機關這樣的一個,不管是陪的醫院,當然他沒有講陪的醫院 就是說不管是在怎麼樣,在一個沒有辦法讓他能夠非常安心的去跟家人相處的一個 或是他能夠睡覺的一個睡眠的一個情況之下,是很難讓他的病情好轉的 所以呢,在這種情形之下,我不曉得依照你們到底是根據什麼 然後能夠說他不符合保外就醫的條件,當然依照你們的講法是說 所有的保外就醫,就是要到所有的醫院都沒有辦法醫治的 所以依照你們的統計資料出來,就是你們所有的這些保外就醫呢 真的就是出來致死的這些的就醫 所以我們看到從三次這個管閉領管委員也咨詢過貴部 就是說,今天所有保外就醫的他出來之後呢,只剩下一百多天 甚至有的人出來不到一個月就死亡的 所以你們簡直就是說那個保外就醫,等於就是要讓他出來送死的一個就醫了 所以呢,當一個人他沒有病到已經不行了,你們就沒有辦法保外就醫 所以如果依照你們這樣一個標準,請問你設置保外就醫的目的在哪裡? 跟委員報告,榮總他所做的建立事項 我們做後頭送到培德醫院完全沒有違背他 我們還是尊重他們的建立,但是要跟委員報告的 榮總他的出發點只是把他當一個病人 但是以我們監獄行刑的這樣的要求呢 他除了病人之外,他也是受刑人 沒有錯,所以受刑人依照你們的監獄行刑法 因為他已經就是說你們的監獄行刑法第五十八條規定 受刑人限禮疾病,在間內不能為適當之醫治者 所以呢你們可以就所謂的保外就醫 那今天呢,他這個所謂的什麼叫做不能夠為適當之醫治 這個就是屬於醫療的專業判斷 那這樣的醫療的專業判斷 北榮已經提出這樣的一個專業判斷給你們 否則的話你們就不用到本委員會 到這外交國防委員會去講說你們尊重醫療專業 你們醫療專業已經白紙黑字寫在那裡了 你們根本就沒有尊重啊,你們就說還有一個培德醫院啊 所以把他送到那裡去,問題是培德醫院 他根本你今天好說裡面有多幾百瓶 幾百瓶對他而言又有什麼用 他要的是能夠所謂的免於家 今天就是所謂的重醫療症就是因為他完全沒有安全感 他覺得人家要害死他 所以呢在這種情況之下他沒有辦法安心的吃藥 沒有辦法安心的睡覺 那你今天把他送到哪一個監獄機關裡面去都是一樣 你今天在一個三百瓶四百瓶五百瓶 對他而言他只能夠在他的房間裡面啊 那你說今天他最要的就是那個安全感 你那安全把不能夠給他的話 你再給他一個天堂也都沒有用 所以我們在培德醫院裡面 營造那個溫馨的感覺 他的那個設房 各種設備 好那我今天問你 今天部長你說你今天可以要營造一個溫馨的一個感覺 讓他能夠安心的睡覺 那請問是不是可以就是說把你們的監視器 不再24小時直接對著他一直監視 可不可以在廁所裡面的這個監視器能夠移開 給他保護他的一些的隱私權 可不可以 我們可以把他角度來轉變 你角度轉變的話照不到人監視器幹什麼 我這我能夠放心嗎 對不對我今天身為一個總統 我今天上廁所我今天洗澡 全部都要把這個影片傳出來 就像說好剛剛這個我們的女學家委員 他你應他的要求就可以把他在這個榮 在北榮散布的這個照片印這個影帶把他PO出來 所以哪一天呢又應哪一個立委的要求 你就可以把他在裡面洗澡的照片也可以把他PO出來啊 對不對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所要的就是一份的尊嚴 一份的隱私 然後一份的安心 那這個東西也就是北榮一直在要求的 就是說一個重度憂鬱的人 他所缺乏的就是這個東西 所以他的病沒有辦法好 所以台中監力已經有答應嘛 那個監視器的角度他們會調整 你所謂的調整是什麼 真的技術性的可能要由台中監力來決定 我知道啊 技術性的調整調整什麼 調整照不到人嗎 由台中監力來決定啊 我們部裡面沒有辦法去要 當然你們什麼東西都說台中監力 決定事實上他們有權嗎 請問部長你今天在這把陳水扁從這個 北榮送到培德醫院去 你有實際的決定了權限嗎 當然你們全部都推給說 這是矯正署這北監的事情 他們有權嗎 他們根本就沒有權 他們決定了 當然他們決定了表面上面庶民是他們啊 但是誰做最後的決定 當然是我們的馬總統做最後的決定啊 甚至我也沒有權力來左右他們 好 我再請教一下 今天我們所有的犯罪行為 是不是要有犯罪的意圖 要不要有主觀的犯罪意圖 是 是好那今天我們民進黨的十五位的立委 是要去見部長 是 部長不接見 所以呢他們呢這個表達對這個 我沒有說不接見 你不接見的這樣憤怒 認人我不接見這個我不接受 我想你下面的你的不管是你的主命 或是你下面所有的這些人 他是你的代理人對不對 他們所謂的行為是不是要對你發生下來 我絕對不會說不接見 我對於 好那如果說你要接見的話 為什麼他們要去鎖我們要去關燈 所以那一步我們現在在了解 好那如果說確實有 那你是不是要懲處 對不對 他們違反你本人的意願 然後去做出這樣一個行為出來 我沒有要求他任何事情 沒有要求他任何事情 但是他們體調相義 他們知道說部長在裡面 不能夠被質詢 所以呢不能夠接見這些立委 所以事先幫你保重好 這個就像說余文的事件 對不對 馬英九的這個所謂的國務機要會 最後就是余文幫他盯下來 當然不是馬英九叫他要擔的 所以呢同樣的 所有這些部署 事先知道部長今天不想接見他們 所以呢所有的事情都是由他們來處理 那不管怎麼樣 他們今天是你的代理人 他的效力會給予你 所以呢今天好這些的人 他要去見你見不到 所以呢言論自由 除了所謂的嘴巴講以外 他的這個行為所謂的象徵性的 這種所謂的這個舉動行為 他也包括在言論自由的範圍 所以他們並不是今天要去 去把你的門踢換 他最重要是一種表達 所以呢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有要去去找你算帳的 這種意涵嗎 要去所謂的侮辱 侮辱公署 或是要去毀損公務的 他們是為這個而去的嗎 我想這個已經是聚集的個案 由台北地檢檢檢察官在偵辦 我不能表示任何法律上的 當然你不能夠表示任何的意見 但是呢你充分的就是說 藐視我們國會 然後對於立法委員的不尊重 當立法委員對於這件的一個不合理的事件 要充分表達意見的時候 你是躲起來把門鎖起來 然後把燈關掉 你沒有鎖 你沒有鎖 但是讓你的下面的主 請問部長 如果他們不經過你前面的那個門 能夠進到你的辦公室嗎 所以我們現在在了解 當時 對不對 所以那些媒體已經照出來 不斷地一直重播嘛 對不對 就是這個邱毅寧的那一腳 邱毅寧是身體有病的人 一個女孩子他能夠這樣腳一踢你的門 馬上破掉 我想你們這偷工檢料也該檢討